哈喽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买了一条四星中的大草鱼 用它来做个好喝的冰岛鱼丸汤 非常好吃 草鱼头尾各一刀 把鱼线扯出来 再从尾部剔出鱼肉 把鱼骨剔出来 将鱼肉盐边上,把鱼皮撕下来 切成小块 再放进料理机里面,或者搅肉机 加入一大勺盐,一大勺淀粉 200克的冰块 冰块不能用水代替 开机打成泥 打上十几秒,停一会儿 分四次停歇,将鱼肉打成姜 然后将它装入碗中 剩下鱼骨切好后放入碗中 锅里水冒小泡 用虎口挤去鱼丸放进去 家里如果没有料理机 也可以用搅肉机,也是一样的 开中火煮熟 鱼丸全不变色,漂浮即可出锅 鱼丸做好了,我们来熬鱼汤 剩下的鱼骨先用油煎一下 煎至两面焦香 再加入开水 能没过鱼骨即可 煮5-8分钟 油煎鱼的鱼骨 加入开水更容易熬白 再加入食物盐调味 把做好的鱼丸下进去 熬3-5分钟 最后再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啦 一道浓郁好喝的鱼丸汤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鱼丸老少皆宜 鱼骨汤浓郁鲜美,多喝也不腻 想吃的话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记得关注哦 谢谢大家